大家好,今天是3月初,外边阳光明媚,是该种植毛梗花的季节了 正好今天在专业花圃,已经看到毛梗花的囚禁丧尸了 毛梗花也叫杨某丹,因它的叶子长得像芹菜 人们也叫做芹菜花,或者叫露莲花 它看起来非常的完美,它们像玫瑰一样的花朵,有薄薄的花瓣 颜色从奶油色和淡黄色到杏色、粉红色、橙色、红色和酒红色不等 毛梗花从类似于小爪子的囚禁生长 大囚禁比小囚禁包含更多的能量 会使你的植物更加的强壮和更多的花 毛梗能每天需要大量明亮的光线 在大多数的气候条件下,它们应该在充足的阳光下生长 在验热的气候中,它们可能需要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进行一些防晒 毛梗花在8到10区比较耐寒,温度不低于零下5度 这些地区在秋季种植毛梗求静,以共春季开花 在较冷的地区4到7区,毛梗花无法在室外过冬,可以在早葱种植,在夏天开花 它对土壤的要求是排水良好,避免土壤保持太湿 因为囚禁和根部会腐烂 如果你在容器中种植毛梗,就要使用高质量无土的种植混合物 毛梗属于洗凉爽的季节花卉 在大约20度的气温下生长最好 在温暖的气候中8到10区 囚禁在秋季种植,因此它们在冬末或者是早春开花 通常要种在花床的边缘,因为它们能长到16到18英寸高,很适合做切花 在不耐寒的气候4到7区,囚禁通常在冲季种植,以便在夏天开花 在这些地区通常在容器中,而不是在花园中种植毛梗 当然你也可以种在花园当中 因为容器更容易控制光照和土壤的湿度 在种毛梗花的时候 首先要将它的囚禁浸泡在室温水中 因为它的囚禁比较坚硬干燥 这样的话呢,以帮助它发芽 大概将它们浸泡3到4个小时 然后将浸泡好的囚禁呢,紧密地放在混合土的顶部 并用另外1英寸的潮石生长混合物呢覆盖 将托盘呢,在10到15度的暗处呢,保存10天 当白色的根可见的时候呢,囚禁就可以种植了 在种植的时候呢,囚禁间隔5到8英区 然后2英区生,它的转面呢要朝下 毛梗花通常在种植后的90天开花 一旦它开花,花期可以持续4到6周 在良好的生长条件下呢,它每株毛梗 植物呢,都会长出一个大的根球 如果你在花盆里种植毛梗,一定要为根部呢 留出足够的空间,这样植物才能充分发挥其潜力 如果你在4到7区,像在多龙多,你种在室外的话 在深秋就要把它的囚禁挖出来晾干保存 待来年春天呢,再栽种 这就是今天我与大家的分享 关于毛梗花、杨某丹 也叫露莲花、芹菜花的养殖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